這主臥空間 真的是滿符合豪宅的氣勢 我覺得它的空間真很寬敞 是 那這個主臥室的空間 本來就是滿大的 那我們最主要的話 還是因為是在休息的部分 去做一個強調 那所以整個調性上 這感覺是舒服的 所以我們在材質上面 就用一些像壁布 還有紡紗 然後還有這樣的壁紙皮 那個木皮的部分 來表現這整個空間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一進來我們這個右手邊 整片的櫃面 我想這樣子對衣物的收納量來講 非常的足夠了 對 那這個衣櫃 本身我們木皮的部分 我們是用到這個 歐洲的橡木的一個特性 溫潤的特性 然後去做一個設計 那一樣在櫃面的部分 它走的不是很繁複的一個調性 可是我們在洗錢上面 做了一個調整 也就是說在這把手上面 我們用石木的部分 去做一個雕刻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把手 就是簡單當中透露出不平凡 其實它很細緻 然後其實很有味道 但是你乍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簡單的設計 這就是今天我們想要介紹給大家 什麼叫做簡約風格的豪宅風 是 就是類似這樣子 OK 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把梳妝台的空間放在哪邊 梳妝台是我們把它做在衣櫃 這旁邊的這個段落 最主要為什麼會在這個空間呢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這邊的話 待會兒還有一個更衣室的設計 哪邊有更衣室 這邊的話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更衣室的設計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主播室 做了所謂一個 雙衣櫃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屋主在這個衣物的擺放上面 可以做一個世紀的變換 我本來以為那個衣櫃的量 應該已經非常足夠 而且它的量應該已經超過一個更衣室了 但我想空間夠大了 所以這邊還可以再有一個 專門屬於這個主人的更衣室 是 沒有錯 所以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我想在更衣室的部分呢 我這邊就運用到的一些系統的部分了 最主要是不要讓這個櫃亭去占了一個 太多的一個面積 可是我們使用計程上 因為這個是一個 系統是一個天地柱的設計 它其實它可以接受這個調整的部分 依業主的使用方式 或者是它擺放的方式的不一樣 可以做一個調整變換 而且你知道嗎 它的這個木格柵門 你再推給大家看一次 它竟然可以完全地收到 就是主卧的電視主牆面裡面 對 最主要是說一般來講 有的門呢 做的大概拉門的部分呢 有時候只是做到大概190公分左右 那為了強調這個空間的動線感呢 我們希望是可以用連動的方式 去做一個這個過道的空間 可以讓它再增加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 連動式的拉門 來增加這個空間的一個感覺 也可以增加空間 整個打開之後的穿透感了 沒錯 來 各位 再看一眼我們這個主卧室的氛圍 它其實在色系啊 材質啊 圖騰上的營造 都是互相有呼應的 是 所以 這就是我們想講的 我們也要介紹給大家 校成這個簡單當中 見到不平凡的一個豪宅簡約設計 沒錯 那我想 最後就是說 我想在每一個空間的搭配上呢 我想只要得意就可以了 未來在這個整個 大家在工作上越來越繁忙 所以它設計上也不喜歡越來越繁複 我想今天的這個 簡約的這個豪宅風呢 希望能夠帶大家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經驗跟點 而且那是另外一種事業了 沒錯 簡約式的豪宅風值得大家參考 是 好嗎 今天也非常謝謝校成囉 隱藏式的櫃面 除了滿足收納的需求 更可以避免太多的量體 讓空間更複雜 簡約式的豪宅設計 強調空間穿透不複雜 應用設計師最招牌的333設計手法 三種材質 三種顏色 和三種不同的尺度來表現喔 三種類機械